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增幅股海共创双赢 台北股市的部分 大盘指数在连涨了5天之后 今天是一个开平 小涨2点开出之后 就开始出现一个急速的拉回 盘中一度下跌92点 来到10700的位置 收盘这地方 下半场最后三个多小时 几乎都在10800点上下 做一个霞幅震荡整理 大盘再来会怎么走 我们待会再来做说明 节目一开始 我们还是先来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的一个操作 以及来做个检讨 那今天我们锁定的两单股票 第一档是在这个 2356的英叶达的部分 最近利多频传 说高阶笔电 高阶的一个笔电 出货出来之后 上半年EPS年增率达到36% 那法人呢 这个也持续在买进 第四季手持装置 还营收增温 不过发现早盘看似大单敲进的背后 疑似有这个大户在拉高出货 加上动能指标转弱讯号出来 所以早上做一个先卖动作 另外一档则是前两天股价大涨上来 然后今天有利多见报 说大陆现在在严查 所谓的一个排放污染 那大陆很多PCB可能这地方 因此会被这个停工 那台湾的PCB厂说 这地方就有机会迎接转单 哇这个热翻了 那可是在利多见报之后 看似有拉高的背后 大单敲进的背后 又发现有疑似 大呼在拉高出货的迹象 东能指标又转弱下来 所以早上也是建立一个先卖的动作 那这是在10点25分的时候 通知大家应业达 在26.95到27.05 现股先卖 那10点47分的时候 是通知南子电 这地方这个19.25到19.35 现股先卖 那结果呢 当然这两档股票在大盘指数 下半场都是一个瑕福整理之下 今天没有太大的一个空间出现 那应业达的部分 几乎就是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瑕福震荡 一度翻黑 不过最后我们是在这个成本价 早上27元卖的 那这个1点17分的时候 也是在27块把它买回来 打平作收 那另外一档男子电 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的男子电 这是在10点40几分通知的时候 一度击杀下来 两度击杀 不过呢 还是没有能够这个翻黑 那最后我们是在这个19.6的时候 通知大家把它买回来 那今天是小赔个三毛钱作收 下个礼拜我们再来继续奋战 那这部分当然除了说还是坚持 县荣老师在节目当中 所承识的一个这个真实绩效 绝对真实不虚 这个诚实不期 有赚的没赚的 赔钱的我都跟大家诚实报告 所以7月份我们是16胜4负 胜率8成 那8月份这两天没有帮会员朋友赚到钱 胜率掉到这个70% 不过仍然有12胜5负 那累计报酬率是15%的一个幅度 7 8月加起来 目前仍然累计报酬率达到37.8% 还是强调有赚没赚 赔钱的都诚实的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之外 那连续两天没有帮会员朋友赚到钱 县荣老师也会自己做一个检讨 那这两天的操作 到底有什么地方可以来做改进 那第一个 当然最主要也是发现到 过去两三个月 市场的7分 那些喜欢大部分喜欢做短线的一些散户呢 大部分在过去两三个月都是喜欢怎样 买股票做个短多 就是喜欢看到有大单在急 这种状况根据反市场的现象 当大多数的散户喜欢做多 喜欢在追股票的时候 通常这些股票尾盘就容易下杀 所以过去两个月 县荣老师为什么这地方 大部分都是采取一个现股先卖的动作 对不对 大部分都是现股先卖 胜率7月份达到8成 那这个8月份一度还高达9成 所以呢 这地方就是一个反市场操作 别人喜欢买我们就先卖 那这个礼拜 尤其在这两天发现到 当指数这个地方前阵子急跌500点下来之后 哇开始市场气氛变了 这些短线散户 大部分的喜欢做短线的散户呢 似乎开始喜欢去追空了 那这种状况出来 当然这两天我们再做先卖 就比较不容易赚到钱 那因此因应这种状况 下个礼拜县荣老师就会去观察 大盘这个地方今天先做一个量缩拉回 下个礼拜一旦有出现补量多方攻击量 1280亿出来的话 那这个行情很有机会就开始 再往上来攻击一波上去 这个我们待会会做说明 那如果这样的状况出来 那县荣老师接下来就会增加 我所说的短多 就是这地方当冲的一个操作当中 先买为主 那先买就像这地方之前 上个月的一个中环 对不对 在这地方 重点是一旦多方攻击量出现 动能指标转强出来 先做一个买进 那一天在8.25买到的 急拉上去 差一点拉到涨停板 那我们在8.75把它除掉 从8.25到8.75 这地方一口气赚了6%左右 如果说100万操作做个70张的 那一天赚了3万多6% 所以我之前也跟投资朋友强调过 做短空先卖后买胜率高 那如果说开始做短多 这地方一旦赚钱 很有可能就像中环一样 赚个5%赚个6% 那下礼拜我们就去观察 如果市场气氛 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在放空的时候 做一个短空的时候 那这地方一旦多方攻击量出现 这就是一个短多的买盘 要进场时刻 第一个我们先来观察 那第二个呢 县荣老师也发现一件事情 这两天可能有一些新加入的会员朋友 操作的金额稍微比较大一点 那操作金额大一点 当然没有关系 但是呢如果说又有一些人 比较喜欢看到县荣老师的指令之后呢 喜欢用这个市价去追卖 或是追买的话 这就比较不适合一点 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就会造成 第一个 当然你操作的价位 通常会比较不好一点 像今天我们就拿这个 男子店做个例子 县荣老师在10点47分的时候 通知大家 设价在9.25到19.35来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那10点47分在哪里 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你们看发出指令之后 股价马上就急杀 然后开始有比较大的单出现 这个其实就可能是有新加入的会员 开始这个加入之后 之前没跟着县荣老师赚到 现在比较急 就会用试价 然后操作的额度又比较大 这个地方来大单来做一个 追买追杀的动作 那这样的状况 第一个对这些这个大额资金的投资 我不说你不可以做太多 不是这个意思我要强调 或者说对这个 如果说大额资金 又喜欢用追价的方式来做操作的话 第一个 那操作的价位通常会比较不好 对不对 你卖卖的会比较低 其实你跟着县荣老师的价位来做指示 你看这地方拉高上来 这地方都有拉高上来 可以这地方 这个成交得到 你不用自己去追杀 第二个 那如果你的单量又比较大 每笔超过100张 这其实懂股票就会知道 很容易去惊动 每一档股票 背后都有个大户的一个作手 那大户作手看到 哎呦这地方 有人大单在杀的时候呢 反而本来又要跌下去了 对不对 这时候他可能就尾盘 就反手做了 这样反而大家不容易赚得到钱 所以我会针对 如果说投资胖 你操作资金比较大 跟着县荣老师来做 之前没有赚到现在不要急 不要急着市价大单去追杀 或是追买 重点呢还是第一个 最好按照县荣老师 给大家的一个建议的价位 来做操作 宁可没做到 也不要这地方赔到嘛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如果说要做的话 也尽量把单量分散开来 就是你不要一笔100多张就下去 你可以把它分散成两笔 几十张几十张 这样也比较不容易惊动到主力大户 当然如果说你自己没有把握操作的话 需要县荣老师来亲自带领的话 这个部分县荣老师都会有提供这种 额外亲自带进带出的服务 你也可以跟您的服务人员 来做一个联络 那重点回来 当然操作的部分先报告到这里 我们这个上个月操作绩效八成的胜率 这个月略为降到七成 但是累计报酬率 这地方在扣转的扣掉赔的之后 七八月加起来仍然超过了三成以上 等于每档100万做操作的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还是稳扎稳打持续获利之中 那接下来回来看大盘的一个部分 那大盘的部分呢 当然六月份我就一直在强调了 现在大盘上档空间有限 可是指数的控盘大户 也不想让指数跌下去 外资也没有做空大盘的动作出来 那就会造成大盘就是在一个区间之内来回做震荡 对不对 那包括在上个礼拜八月十六号 跌到10606的时候 消息面利空不断 我也跟大家讲过 沙盘取量融资大减之后 这边大盘集叠完毕 又准备又玩这个短空之后 再来反弹嘎一个短空了 那现在大盘先是连涨了五天 大家涨上来 前天我也跟大家提醒过 在连续两天都价涨量缩之后 这边注意短键还是会有一个拉回的走势出来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指数 这一波刹到10606 然后又连续反弹五天 今天再做一个拉回 有没有看到大盘目前为止 是不是都符合 县荣老师的技术分析的规划跟预测 好 那重点是接下来的行情呢 那接下来的行情还是强调 那今天大盘拉回来量缩到多少 今天量只有960而已 又创一个新低量 很多人就在担心 哎呀低量之后会不会有低价 那我只强调一点 第一个 现在筹码面的部分 融资从7月6号就10523那一天 到现在为止 融资已经减了大概100亿左右 那融券反而增加了10万张 代表散户从10523之后 都在追卖都在追空 那反而呢 外资的景数进多单部位 今天这个地方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调节出来 不过外资的景数进多单部位 多头部位仍然有630亿左右 代表说外资仍然是偏多操作 那只是今天在连张5天之后 股票卖了23亿 那旗子卖的动作间比较大 卖了7000多口 代表说外资虽然偏多 但不是积极强力做多 他还是采取一个低进 然后高就出的一个来回价差的模式 那这个部分呢 所以整个盘式的结构 我的看法仍然是没有改变 就是认为指数的部分来看的话 现在整个盘式的格局 目前呢 来看一下刚才是这张 这张是刚才这个 前两天刚才提到的 现在大盘在这里来看的话 从筹码面而言 对多方还是比较有利 就算跌下去 空间也不会太大 低量之后如果有低价 那个低价通常也都会是 相对的一个低档位置 那短线如果拉回过后 下个礼拜能够补量 多方攻击量 接下来只要1281就好 这个反弹 就会再拉回过后 再有延续下去的机会了 所以我刚才也跟大家提到 如果下个礼拜 多方攻击量1200亿是出来 这个部分我们的短线操作 将会转为所谓的一个 这个买进转多为主 也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当然长线上来看的话 还是要特别提防 毕竟现在台北股市 从7203涨到6月份的 11261高点 这波多头足足涨了 34个月的时间 面临费波南茲系数 而月线MACD 7月份已经翻黑 8月份也可能继续收黑 连续两个月月线MACD收黑 这种状况出来代表什么 目前大盘长空的危机 还没有化解 那只是短线上 它还是在历史的高档 继续来做震荡的情况之下 个股又不时间到大呼出货 急速回跌 所以我说这里买股票 你要爆波段 风险还是很大 做多如果你想要爆波段的投资朋友 我都还是请大家 多保留现金在手上 等县荣老师通知 再来拼大的 那为什么我都要提醒大家 等县荣老师通知再拼大的 宁可多保留现金 你就会看出来 如果我是为了像 其他投股老师一样做生意 我看到很多投股老师 都是为了自己做生意 就告诉大家不用怕 然后看到游戏软体股大涨 大于支200多块 一堆老师在喊劲 对不对 然后看到车用电子涨 每期码100多块的时候 又一堆投股老师在喊劲 然后看到挖矿股涨 这个焊讯涨到300 400块 一堆老师又在喊劲 然后看到被动元件 看到二极体 看到矽晶元在涨 就一堆老师在喊劲 结果呢结果这些老师 当然他们告诉大家 不用怕继续买股票之后 真的很多人因此跑去找他们 自己赚了很多会被赚走 结果却害了很多投资朋友 就因此买在高档了 这样的状况可以吗 我只能说别人怎样我不知道 但现荣老师一再跟大家强调 我做不到 因为我的操作带着会员朋友 保护会员朋友 永远是我的第一要务 甚至这地方你不是我的会员 我都有再三提醒过大家 像大宇兹200多块的时候 对不对 一堆老师在喊劲 我们告诉你谁在卖 大户已经在卖了 对不对 反弹要赶快找卖点 那时候还有200块 190几可以跑 后来跌到多少 70几块 对不对 各位投资朋友 这地方就是当时的大宇兹 后来怎么样崩跌下去的 就是这样杀下来 现荣老师在这里就提醒了 对不对 每起码当其他投顾老师 100多块才来喊劲的时候 我们四十几块 就已经在布局 涨到100多 全数出清 获利入带 赚了1.5倍了 我也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再来看到汉迅 当其他投顾老师 还在说 这个还会在涨 挖矿有多强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成龙卷强制回補完 主力就在趁机出货了 出完货 筹码在散户手中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 开始反手杀多了 那时候还在400块 现在剩下多少 剩下70几块 再来看到 包括中美金 那时候130几块 我说大户在出货 转落讯号出来 有没有 现在多少钱 好 那现在呢 剩下多少 7块钱 好 就是这样一档一档股票 强貌我也跟他讲 头心在弃痒了 要小心 对不对 对不对 国具 那时候我也跟他讲 大股东趁着说 要这个 买库长股的时候 趁机再出货 所以你看到 县荣老师就是这样子 宁可说自己少赚一点钱 我不会为了自己做生意 还要去害人 对不对 甚至这地方 县荣老师都提醒大家 该注意的风险 这就是我说的 保护会员朋友 都是我的操作第一要务 而帮助会员朋友 将获利放进口袋 则是我们的使命跟责任 而在这个阶段 要将获利放进口袋 我说真的买股票爆破赚 风险真的很大 所以我有跟着县荣老师 来操作快打当冲作战 快进快出来累积财富 这才是用最小的风险 帮你赚到这地方 持续累积财富的 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赚钱方法 当然不是说没有风险 赔难免 但是小赔出 对不对 县荣老师就是这样子 当天带进必定带出 今天这个地方英叶达 没有赚到钱 我们也在带着大家出 今天男子店小赔三毛钱 我们也带着大家出 对不对 但是赚钱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 一档一档帮大家赚起来 像当时的金店 有没有 这地方赚了个一天 就赚个一万多 对不对 像当时的橘子 一天又赚了这个四万多 就是这样子累积财富 大赚小赚小赔 这个小赔小赚大赚 累积下来 这个月占基15.0% 7月份22.8%之下 累计超过了三成的 投资报酬率 如果说投资朋友 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 都欢迎大家 来找县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还有更重要的内容 马上再回来 运达头顾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头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也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接评超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存性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菜群推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三跟大家强调 孙子兵法说 兵无常事水无常行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未知神 股市如战场 同样的绝对不能够当个死多头 或是死空头 只有一成不变的战术 就像这一波行情 很多喜欢做空的头顾老师 有一些甚至从7000 8000 9000 一路喊空 然后最近终于这个行情稍微拉回来 尤其被动元件跌下来了 就说自己多会放空被动元件 帮会员赚了多少钱 真的他们能够帮会员赚到钱吗 你去想一想 这种死空头的头顾老师 每天都在喊尿崩盘 总有一天才到最高点 每天都在空心股票 上节目来吹嘘今天放空的跌多少 不管会员手上被嘎到快断头了 去想一想 他们就像被动元件这一波 很多头顾老师应该讲 有很多做专门做空的头顾老师 从100多就开始放空合身堂 最后龙卷强制回补在260块 130到260 是不是几乎会员 如果跟着他这样放空上去 最后血本无归 强制回补在最高点的时候 什么都没了 对不对 然后跌下来 他说他自己大获全胜 因为他还在继续放空 可是你跟着他操作 能帮你赚钱吗 对不对 再来看到国具 很多头顾老师专门做空的 从500 600就在一路空 对不对 空到最后龙卷强制回补在哪里 1300块那一天 对不对 到最后也是一样血本无归之后 这些老师不设停损 不断的喊说要放空 到最后跌下来 他说自己大获全胜 这种头顾老师 能帮你赚钱吗 当然不行 对不对 所以我再三强调 做股票 你不能够一成不变 当个死空头 或是找那种 只放空的头顾老师 当然你也不能够 找个死多头的头顾老师 每天跌下来 就在喊拉回找买点 总有一天猜到最低点 每天就在买股票 买股票 买新的股票 上节目来垂取 今天买的涨多少 不管会员手上套牢一楼框的头顾老师 一样 这个地方都不能够去找他 真正能够去赚到钱的 我再三强调 你要懂得因应盘式的结构 该做多时 全力做多拼大的 对不对 该放空时 也要懂得空军起飞 该做长的时候 我们做波段 对不对 该做短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快打当冲 这样才能够 这个因应盘式结构 到最后在股市当中 多头空头整理盘 能够定力的清楚 这才能够扎扎实实赚钱 那你说难就难在哲理 不知道该找谁 所以我说 县荣老师会是你最好的选择 这都有图有真相 看到这是当时 来看一下 7000多点的时候 我就在跟大家讲 乐观做头恐慌见敌了 大盘到10年限之下 该是拼大的时候 有没有 该拼大的时候 我们全力拼 对不对 当时我们锁定车用电子 自身科60几块 对不对 带着会员朋友逢低布局 后来呢 带着会员朋友 赚了倍数以上的利润 对不对 美琪嘛 我们当时40几块 带着会员朋友 这地方逢低布局 对不对 后来带着会员朋友 租租赚了1.5倍 全数出清 获利如带 该做多拼大的 我们是这样做多拼大的 该放空的时候呢 1月份11270高点 利多不断的时候 我说莫忘反市场操作 什么叫反市场操作 找到那种大户在出货 转弱的股票 像那时候我们在空耀滑 对不对 空军起飞 后来大跌下去 对不对 后来不就把它转起来了吗 对不对 当时我们找到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的像是富桥 空军起飞 给它空下去 对不对 后来不就转起来了吗 对不对 该放空时 我们也空军起飞 那只是在这个阶段 大盘目前没有要跌 对不对 他就是在高档历史的 一个高档位置 继续的震荡 这种状况我说快打当冲 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赚钱方法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操作 每天提供大家最多两档股票 依据盘式的结构 攻击盘出现先买 整理盘我们就先卖 提供大家清楚的进场价位 预设停损点 风险控制好 顶多小赔 绝对不大赔 对不对 赚就是要这地方 持续的累积获利下去 每天带你进 必定带你出 就是这样的操作原则之下 7月份我们胜率高达80% 对不对 8月份12胜 这地方胜率仍然有7成之下 累计报酬率15.0% 虽然今天没有赚到钱 对不对 可是仍然这样帮大家稳扎稳打 7月份8月份 累计报酬率37.8% 还没扣掉手续费的情况 当然这个部分你就会看到 就是这样的状况之下 如果投资方一档一档跟着操作 每一档如果说100万来做的话 这两个月加起来 你帮自己加薪了 也差不多30万左右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在 在帮助会员朋友的地方 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更不与主力挂钩 只求缘分到了 会员自然能够加入 如果说投资朋友 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 也想跟着县荣老师 一起在这个盘氏 历史的高档震荡的时候 执行快打当冲作战 当个快乐的当冲上班族 帮自己好好加薪水 都欢迎大家 待会休息时间 指名加入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